從2006年開始舉辦到現在累積超過700萬人士參與的太平洋國際詩歌節 今年再度和詩人成林攜手 以太平洋的風、以附身無口罩的浪作為主軸 十多位國內外詩人齊聚 把詩歌接軌本土也接軌國際 由花崗國中學生帶來音樂和詩歌的朗誦揭開序幕 自2006年舉辦的太平洋國際詩歌節 12、13日兩天在松原別館登場 以太平洋的風、以附身無口罩的浪作為今年的主軸概念 由大便出獄的詩人成林 攜領時都為國內外包含韓國、日本、西班牙、英語詩人共襄盛舉 在成林一百年前已經有更多無名的成林 比成林更發光發熱 比楊木、比落香檸這些我的花蓮前輩們 默默地在發光發熱 所以我相信當我看了花崗國中的同學們 念以陰文跟中國來念這些詩的時候 你會相信50年後我應該不會在那個地方 可是我相信50年後再80年後 就在這個地方會有另外一些人 來念你、你、你跟我們的詩 那我們這次太平洋詩歌節轉換了以往的模式 然後我們讓它更數位化、更現象化 讓可以有更多的沒有辦法到場的年輕人 因為疫情關係 因為更多的網際網路的聯動、聯通的關係 那我們藉由網路的升級跟一些直播活動 還有一些現場的活動 增加我們詩歌節的曝光度 也增加詩歌節的參與量 然後今天我們在現場的詩人老師 就是由程老師率領 然後同時有不只有圓桌詩會 然後一般詩會 我們晚上今年松圓特別 就是營業到晚上8點半 然後晚上會有詩人老師帶著民眾們 一起去參與寫詩的活動 然後一起去分享詩歌 主的詩歌展覽與本屆的詩歌節 真是優勝節做一同開展 也有活動心靈的詩歌數位裝置 可以抽取專屬詩簽 搭配音樂表演以及詩詩集 並特別延長12日營業時間到晚上8點半 舉行詩歌之夜 邀請民眾體驗夜間的松圓 共享詩歌盛會 謝謝蔣邦彥 黃聯師報導